我國有98%的能源依賴進口 石化能源依存度高 面對非核家園願景 與全球碳中和趨勢 政府規劃了太陽光電 與離岸風電作為主力的綠能政策 國內鋼鐵龍頭中鋼也響應考招 成立水下基礎公司 是離岸風電國產化的重要推手 中鋼為了配合政府的綠能政策 而成立新達海洋基礎公司 從事管架式水下基礎 並以建立本土供應鏈為使命 也為台灣的用鋼產業 提供轉型升級高質化的機會 這就是新達海基的使命跟目標 從鋼板生產到最終組裝 每一個環節都蘊含國內鋼鐵技術的最高水準 凝聚產業精英的力量 供應鏈僅用了一年半時間 就完成百分之百 國產化水下基礎的產製 首批完工的國產管架式水下基礎 共有六座 將安裝在彰化外海 三十五至六十公里的風潮 預計二零二二年開始試運轉 為百萬戶家庭提供綠電 豎起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的心理全盃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選擇 四十五百分補勝